华联市公所主办的2021小城生活推出全新菜市场活动 延续于整个小城生活的计划核心 游市马总共安排了六场次导览 第一场9月5号上午由中华市场自治会的主委带领大家走入中华市场 来解说市场历史特色 也让民众有机会和摊商来交流 未凸显传统市场不只是单纯的货品交易场所 游华联市公所主办的2021小城生活 游市马随疫情降级 5日首场由中华市场自治会主委 也是正家土机负责人郑元璋 逗过导览方式带领民众走访周边 并解说市场的故事和特色 中华市场位在华联市中心 兴建于民国39年 有些摊商已经传承到第三或第四代 市场环境整洁明亮 贩卖新鲜生鲜蔬果 邻近机关学校住商混合 是邻近居民主要消费采买重镇 首场邀请从小在传统市场长大的 中华市场自治会主委郑元璋 带领乡亲也不同于 平时所扮演的消费者身份 走进传统市场 游市吗 一起逛市场 接下来11日将邀请民众 一起逛复兴市场 后续还安排重庆市场 并推出结合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 融合五感的共创工作方 期盼让在地市场的特色 得以被看见听见 甚至可以伸手触及 细细品味慢慢绣文 有兴趣的民众 可查询华联市公所 记者长邦彦 华联市报导 订阅 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